这里是杭州滨江区世贸智慧之门A座 但女士说她和员工现在都进不去公司 只能居家或临时找场地办公 事情要从前段时间公司扩张换场地说起 原先的办公室在40楼170多平方 因为不够用 租下了18楼这间更大的办公室 我们搬下来之后 就是在1月18号签订了这么一个合同 我这个办公室是296方 单价就是每一个月的月房租是2块6亿平方 然后物业费是每25亿平 现在两年的合同 合同是跟杭州稻田商务管理有限公司签的 月租金31809元 付款方式压二付六 第一个月租金免费 但女士说这样算下来 首付款总共要支付26万多 搬下来的当天1月18号 我付了一个13万 然后我们约定就是分几笔付 分几笔付 因为是隔着过年这个时段 过完年之后 我们就回来 我就接着又付了几笔 付了到23万的时候 我就找他要那个产权证 他迟迟不给 但女士解释 涉及到新公司的注册 需要房东提供产权证 去办理注册地变更 杭州稻田一直没有提供 搬到18楼新厂地后 听隔壁公司提到一个情况 他觉得有猫腻 他们要转租 然后也过来询问我 因为我们在隔壁嘛 就交流了一下 他们那边住的是422房 我这住的296 实际上我一进去之后 他比我们的那个面积还要小 然后我又联想到 他的产证一直不给 然后我们就拿起 我们各自的合同 发现合同上面 他们不给我们标注 就是租金面积 还有物业管理费 都没写 都没写 但是私底下我们同样 拿到手机的那个聊天记录 就私底下写了 戴女士拿出了一份测量报告 说是他们几个租户 找了专业的测绘公司 测量后发现 他这间办公室的实际面积 比出租方当时说的 小了快100平方 这还是算上公摊面积的 如果不算公共区域 这间办公室的实际面积 是140平方出头 去年多说123万的租金 还有物业费 跟他协商过吗 协商过 他拒绝 他说他不承认 就是租给我296方 他说一口价了 大女士说 他拒绝支付首付款中 剩余的三万元 出租方取消了门禁权限 所以他连自己开的公司 都进不去了 我的数学就是 我两个月我用了的 我直接 我给你交你这两个月的租金 其他的退还给我 我搬做 采访时 隔壁公司的负责人 杨女士也在 他告诉记者 他们租的办公室 面积差距 比戴女士这边更夸张 他就是不在合同里面体现的 给我们算的 就是按420方来算 420 微信里面有跟你说 这里的面积是420 包括一开始 我们要来租 租这个地方 他给我发的消息 也是起在22 那实际呢 量出来的话 实际量 上次他们测出来 是280多 我们从来没有对面积 也没有任何质疑 就是总个 也没有特意来说 这个事情 然后后来合同签完 我们也发现 就实际合同 也是不体现这个面积的 出租方杭州稻田 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也在世贸智慧之门办公 负责人谢总表示 办公室出租 一直是一房一家 看合同就好了嘛 对不对 看合同啊 那合同上没标呀 对啊 合同我们没标呀 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一房一家的呀 你看得到的 18楼客厅 客厅出来 跟我们23楼客厅出来的话 你看得到的 那个整个都是一个公务区 对不对 这个都是我们给免费 给客户做配套的 有会议室 楼上楼下 各一个会议室查试 这些都是 作为一个配套来使用的 包括的话 就是说合同上 这些我们也都明确告知的 就是说我们的 就是说 跟这个实际的来讲 使用的这些 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公摊变大了嘛 但女士不同意 谢总的说法 她说根据测量报告 即使算上这些公摊区域 面积也不可能差这么多 如果说是一口价 我当初就不会租 第二 就是我们都有这个私底下 确认过的这个面积 这个都是422 或者298 2块6亿方 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话 你为什么私底下 还跟我这样子 确认这个面积 还有租金每个月 还有物业费 25亿平呢 而且我所有租的 这个所有 在合同体现的那个租金 就是按照我们这个面积 还有 还有平方 还有物业费 一起收取的总金额呀 我们这个整个来讲 装修都装修好的嘛 对不对 他实际来讲 他过来看的时候 他这个东西 他都是看得到的 我们不是七房 对不对 不是说我画了个图给他 然后的话再来 让他来付这个钱 对不对 我们产品都摆在这里了 东西摆在这里了 对不对 他也是经过他确认之后 就是说他觉得 这个房子他能用的 这个租金来讲的话 就整个租金水 就是说整个租金来讲 也是能达到他 他的一个需求的 对不对 至于戴女士提到的产权证 以及公司门禁全线被取消 谢总回应 主要是因为 对方多次拖欠租金 当时来讲的话 租金嘛 我们也是答应他了 是这么付 但实际来讲的话 就是说他这边并没有做到嘛 就是包括了他这边来讲 我们不同人 也跟他对接的时候 说起来嘛 怎么说呢 就多次 多次 真的是多次去吹了 就是说他 大家说他今天一定会付的 那实际来讲也没有付 而且这种情况 不是说一次两次 当时来讲的话 跟他讲了 如果说你这个还不付清 那我们进了权限 暂时还是收回来 经过协商 谢总提出 如果戴女士提前退租 要扣除6万多押金 和三个月租金 戴女士不接受 打算走法律途径解决 181818黄金眼 记得报道 我现在就要有什么 我现在就要带你 我现在就要带你